来看苗栗有一名67岁的徐姓女子 6号中午独自一人骑着机车 来到鲤鱼潭水库观景台来赏景 但是过了好几天她都没有回家 她家人也联系不上她赶紧来报警 而警方接获报案 观景台最下方发现了徐姓女子留下的包包还有鞋子 确认是失踪女子的物品 随后就发现徐姓女子躺卧在这个易红道边坡 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警教人员冒着雨合力将徐姓女子 小心翼翼的抬离易红道的边坡 一旁呢这个潭水湍急场面触目惊心 花了两个小时后将徐姓女子的遗体 拉上好几十公尺的平台 警方初步研判徐姓女子疑似观看这个泄洪 不慎落水没有他杀的嫌疑 警警将在11号来香烟调查 警方也呼吁这几天连日有雨 民众要去观看泄洪警官时 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